178 《市民日報》13港澳大專生赴芝加哥交流 2015年7月14日套文P03本報信 由旅遊學院與美國恆代爾大學Candle College合辦 以環保與旅遊業資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 《2015下季國際交流課程》 於6月22日至7月3日於美國芝加哥順利舉行 自1998年起,學院每年舉辦不同主題的下季國際交流課程 把世界各地學生帶到澳門,與學院學生進行交流 此自2009年,學院更突破地域階限 每年透過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高等院校合作 將此交流課程設置到澳門以外的地方舉辦 讓本地學生走出澳門,感受熱地生活文化 擴闊國際視野,過往舉辦地點包括印度瓜遼爾 中國杭州,中國台灣,南韓釜山,英國里芝及泰國曼谷 適逢20週年後慶,旅遊學院與肯代爾大學合作 將《2015下季國際交流課程》帶到美國芝加哥 透過專題講座、工作方及考察活動 十三名於港澳高等院校就讀資本科學生 深入認識了芝加哥市內的環保意識與陸法設施 以及其與當地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緊密關係 科程期間,他們亦獲勘牌與肯代爾大學學生 和當地旅遊業界管理層人員進行交流 取得莫大悲益 2016年,該學院將繼續與海外院校合辦國際交流課程 可瀏覽 www.ifed.edu.mo 瀑道坊 www.facebook.com 關注最新消息 開始